光复路和建工路口的人行路桥拆除后 紧接着光复路绿门户计划也正式动工 这次新竹市政府和清大工研院合作 打开校园围墙转角广场 打造友善步行城市 1.1亿我们要改1.1公里 那最主要是树都保留 那清华大学跟工研院也分别 把他们的一些土地退缩 让我们出来做工用 那尤其是对于大家所知道的 国道客运这个光复路的转运站 因为整个后车的环境 跟它整个的安全性跟车流续静的部分 我们也在这一次做一个整体的改善 树都留下来生态都弄好 那围墙降低或打开 让整个大学与城市 真的融为一体的一个大学城 也让光复路早年缺乏规划的意向 在这一次得到最好的一个真理 清大校长贺承宏表示 未来清大不再高强耸立 该一广场引接市民 不但是新竹市的绿门户 更被穿坐文艺复兴的出发点 期许成为新竹市新的文化发动点和新地标 大学跟城市是共同呼吸 共同成长的 大学跟城市最好的界面 就是一座广场 清华的校园是水木清华 所以这座广场将来是 所有的树木都保留 林木扶苏 师生和市民都可以自由的穿行 那代表着大学一个自由多元开放的精神 也代表着市民生活的空间 更加的人性 更加的舒服 因应清道转运站停等区压缩 汽机车用路空间 本次工程增加1.8米宽的停靠区域空间 改善汽机车冲突的问题 并且重新整理后车停 售票停以及公测等硬体设施 清华大学的校门口本来就非常漂亮 干净 简洁 具有现代主义的这种清楚的现代性的精神 所以我们把它回到干净 简单 无障碍 所以这次最重要是退了1.8公尺之后 使得未来的客运停等的时候 不会阻挡光复路的车流 那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让出了一个转角 所以我们校园的摩托车出来的时候 也不会被遮住 那因为也没有了那个挡住的天桥 变成一个很开阔的广场 学生在附近的活动 机车平顺的出来 不会跟汽车抢在抢道 光复路绿门户计划打造1.1公里的步道 串联到龙山阁校 广埔国校一直到竹科的进心湖 实现大新竹步行城市 让居民能够更悠悠地行走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